夫人,镇东侯府给老太太送帖子来了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,恍然回神的时候,陈兰就听到这么一句轻声的提醒,抬头见是云儿,她便用拇指、食指揉了揉太阳穴。 是镇东侯夫人,还是镇东侯世子? 我也不知道,送帖子的那位妈妈直接就去了老太太那儿,好像是什么生辰宴之类的邀请。 陈兰微微点头,想了想吩咐被暖叫过去。 僵尸一见陈兰就撑道,要你只管在屋子里好好坐着,怎么又来了? 娘,整日里不动,我这不闲得慌吗? 再说了,您的病也没有大好呢,我怕您没精神。 陈兰笑着答了,见那位妈妈站起身忙不迭地行礼,她就汗手点头,随即问道, 不知镇东侯夫送帖子来,所为何事? 回禀杨夫人,愿是我家夫人近日四十整寿,从前生辰,夫人不曾惊动别人,这一回却是宫里赏赐了东西,所以思来想去,不得不备上几桌酒,请各府的夫人小姐们去聚一聚。 镇东侯夫在京城并没有多少根基,而镇东侯夫人夜市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出身,更谈不上娘家助力,因而送帖子的妈妈直接地转述了夜市的吩咐。 话是没错,可难得四十整寿,又是请着许多宾客,镇东侯夫可忙得过来吗? 江氏听了,不禁笑道。 江氏话音刚落,陈兰顺势说道,娘说得对,镇东侯大盛,即将凯旋回京,满京无数人都拿眼睛盯着呢,若是这时节夫人整瘦,只要出一丁点的毛病,就会被有心人挑出来,干脆这样,若是不嫌弃,我身边倒是有可以借两个得力的人。 若是这样,那真是替我家夫人解决大难题了,那妈妈慌忙起身行礼。 为着这请客的事情啊,夫人愁得不得了,可是又不敢随便开口问人,毕竟谁家里懂得这些燕客大事的,不是主人身边离不得的人呢? 可不是吗? 江氏顺口一打,随即看着陈兰。 你身体要紧,云姑姑、柳姑姑还要照观家务,两个都过去未免不便,索性让云姑姑去,家务室这边让柳姑姑和庄家的一起料理,若是要跑腿,得让云儿多走几步。 过了这段时日,过了这段时日就年关了,那位妈妈提醒了一句,见江氏仿佛才想起来似的恍然大悟,不过太夫人说的是,一个人就求不得了。 若是借两个人,这晶元上下的事情,岂不是没人照管? 陈兰听了妈妈又说了老大一通感激的话,等她絮絮叨叨的说完,这才突然问道,妈妈此前说,宫中赐物是怎么回事? 是淑妃娘娘,她得知咱们夫人的老家和她居然相聚不远,因而就赐了表里八端,还有一件白胡皮的鹤厂,还有一家向着玻璃镜子的庄台,又说四十整寿不能不庆,所以夫人才决定再福利办一办的。 虽说是借人,则是不可能由着那位妈妈历时三刻的把云姑姑带走。 晚饭之后,镇东侯府又拆了另一位妈妈过来,这回却是叶妈妈。 姜氏留人说了一会儿话,静止把人领到了遗情馆,这回叶妈妈开口说道,杨夫人,我家夫人让奴婢带话说,关华案的事情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,只是五小姐那儿,您不方便留信物或者字条,可有什么口信捎带,让她心里有数的吗? 云姑姑去了镇东侯府帮忙操失寿宴事宜,柳姑姑一个人要照管偌大的靳元,哪怕是还有庄妈妈从旁相助,不免也是成日里忙得脚步沾地。 这一日,她照例在房中和红英坐着说笑江南旧事,外头帘子一掀,云儿敏捷地闪了进来。 夫人,杨宁侯府派人送来帖子,说是五少爷月底之前放大定,请老爷过去观礼。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,值得你特意来一趟吗? 红英虽说嫁人了,却还是从前那爽利明快的性格。 夫人最是讲情分的人,看在侯府五少爷的份上,总不至于连这也拦着,但是老爷有嫁,总是一定会去的。 可要请的是要送帖子的人? 夫人,您知道是谁吗? 是传说中的侯府未来成龙快婿,三老爷颇为倚重的那位安先生。 我和柳姑姑见了一面,人生的是面如冠玉,一派儒雅风范,光是迈向,整个京城的熏贵文官子弟,也很少能与之相提并论的。 长得这么好,我才不信。 红英是个急性子,当即撂下手中的鞋底,咱们家老爷暂且不说,他能比得上罗世子,还是咱们四少爷。 这些他怎么比得上啊?六小姐是庶女,能嫁给这样的人已经是烧高香了,想象四小姐那样的人品,却给那姓苏的一头猪拱了。 云儿。 听到云儿越说越不像样,陈兰顿时沉下了脸。 那个暗人送了帖子就回去了,还是如何? 回禀夫人,人送了帖子,原本还要交求见老太太的,被庄妈妈给拦了,只说是老太太身体不适。 所以啊,他也不强求就这么走了。 不过,也是,就算日后他和老爷成了连结,让他也不敢拿这层关系上咱们福利来刮造。 陈兰往常就放纵云儿,此时听他平头品足,也没有太往心里去。 一晃到了半晚,正打算吃晚饭的时候,外间报说陈兰来了,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了看时辰,心里不免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 陈兰一把掀开围帽,呛前一步,一下子扑藏在陈兰膝盖上。 尽管姐妹两个从前算不得亲近,可嫁人之后反倒是渐渐能说上话了。 四妹妹,你,你这是怎么了? 哭够了,陈兰接过一旁云儿拧过来的帕子,擦了脸。 这些都是皮肉伤,也没什么要紧的。 到了这步田地,我早就不在乎这些了。 三姐姐,我今天来,不是为了别的。 我家那位,打了数日子的如意算盘,到如今竹篮打水一唱空,就连我都没有想到,明明都已经放出了风声,看似是铁板钉钉的事情,竟然有了变数。 也不知道谁,接了我家那小姑子,一只带子归中,就是为了在家里代驾而哭,竟然闹到了礼部那儿,如今牵着礼部尚书的首府宋格老叫了他过去,输了他好一顿,据说,这金王夫人的事儿,多半是不成了。 竟然有这种事儿? 陈兰尽管不喜欢苏婉儿,但是对于她的婚嫁也并不在意。 她是迁怒于你吗? 如果只是撒气,我再怎么也不会到这种时候跑出来。 陈兰欺然地一笑。 她是觉得,若不是因为结了咱们府上这门殷亲,害得苏家那树香门地的门头受损,也不至于让妹子连个夫人的名分都捞不着。 她借旧撒疯,说娶了我,是倒了八辈子眉,还说什么,当年的婚约本就是侯府嫡女。 若非如此,她有贵妻相助,青云之上是指日可待的。 好大的口气,难道她以为婚事上就她上下嘴皮子一动就能定下吗? 一旁的云儿立石炸了,云儿出去,陈兰几乎是想都不想,就低声吩咐。 依苏仪的性子,既然不管不顾连这种话都说了出来,应当还有下文吧。 是,她还对我说,别以为你三姐封了海宁县主,夫婿又是飞黄腾达,朽能谁都不放在眼里。 她如今,在顺天府,是爹不疼,娘不爱,但只要她还是推官,杨宁侯府的那桩案子,她就不会撒手。 仁政,你们杨宁侯府想灭口,这容易得很,物证,却不是你们想毁就毁的。 要是你三姐想稀释宁人,就来求我。 说了这一番话,陈兰不仅是筋疲力尽。 三姐姐,该带的话我带到了,接下来怎么做,全都在你。 我不知道她究竟想做什么,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回去。 久久没有等到陈兰的回音,她不仅抬头一瞧。 回去吧,替我捎带一句话,天作孽,游可树,自作孽,不可活。 她要是觉得有十足的把握,那不妨想怎样就怎样,只要到头来震动天眼之后的结果,她能够承担得起。 三姐? 陈兰今天来,虽是被苏姨逼得狠了,可那番话,究竟她生出了几分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。 她真的很想看一眼,陈兰惊慌失措是个什么样子,真的想看一看,她六神无主是个什么光景。 然而,她没有想到,却是那个坐在暖榻上的三姐,就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于是,她使劲地镇定了一下心神,三姐,她虽迂腐不成器,但人向来是冲动,要真是捏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 没有什么万一,陈兰打断了陈兰的话。 我让柳姑姑送你回去,看今天这个样子,想来平时她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,所以,你记着我的一句话。 对于这种色力内忍的男人,你要是狠过她去,才能不受气。 你父母是指望不上了,但是老太太前时说过的话,你应该还记得,她苏家有什么了不起? 把她在家对你的这种行径宣扬出去,我敢保证,她这辈子休想再腾挪一步。 她不是要前程吗? 你拿出和她拼个鱼丝网破的决心,她若是还敢露出这副样子,你就把陈兹倒过来写。 陈兰素来只见陈兰从从融融,可是,今日这般急言力色,说出的又是这样杀气腾腾的话,她不由得一阵心计。 于是,当陈兰换了柳姑姑进来,又当着她的面吩咐了差不多的一番话之后,陈兰更加确信了刚刚的猜测。 而等陈兰一走,陈兰立刻吩咐人去叫红鹰掌敌,让小丁小五跟着苏家,给我盯住了那边的动静。 这几日陈兰的日子很是不好过,可是,这些弹劾等等毕竟无损于她的勇将之名,但另一个人就不只是这么倒霉的了。 苏仪新官上任连一个月都不满,案卷等等尚未熟悉,再加上此前全副精神都放在杨宁侯府的那桩案子上,她自然而然的就忽略了其他的事情。 若是别人不在意也就算了,偏偏她惹恼了顺天府尹王安乐,新任的通判胡胖子也因为陈兰的话三天两头的找她的茶,而陈兰去了一趟静园,回来之后对她的态度就突然截然大变,她更是郁闷到了极点。 因而这天打听到陈兰要去妙应寺许愿上香,她也顾不得顺天府那一揽子事儿了,赶着大早就去寺中等待。 苏仪官啊,待会儿静园里头的贵人们就要来了,那都是女眷,就说你是顺天府有公事,处在这正殿门口做什么呀? 你要是想去逛就去后头逛,师父们抽不出阔来陪你。 这两句硬邦邦的话被那小沙米丢了出来,然后小沙米立时跑了个没影没踪。 苏仪心中气恼,可一来也不想在这自讨没趣,二来又怕打草惊蛇,于是只能一言去了后头。 四十三刻,静园的车队出现在妙应寺的山门,因陈兰如今身怀六甲, 随从的丫头妈妈就有十几个,再加上护从亲随等等,林林总总三十几个人。 早早就静了寺的主持,带着一应大和尚在山门口亲自迎接, 引着陈兰依次礼佛,竟是说不出的殷勤。 那白眉主持妙语莲珠,说得陈兰连连点头。 要不是听说这白榻灵验,我竟不知道,广元大师的佛法竟是这般精深。 一行人出了塔院之后,陈兰便拒绝了广元的陪伴, 只带着红英长迪柳姑姑几个心腹随行,信部往后头的经社休息。 才进了一道门,横里突然窜出一个人,见此情景,随行的红英和掌笛大为紧张。 众目睽睽之下,苏伊张口要说话,可是刚刚冷风吹得太多了,一出口竟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。 颇为狼狈的他随便掏出一块帕子,使劲地擦了擦,然后抬头死死地盯着陈兰。 县主还真是难见得很,男女有别,这道理你是一个出世当官的人,不会不明白吧? 哼,苏伊从鼻子里哼的一声,县主少糊弄我,要不是你对我家的那婆娘说了些不该说的,她敢在我面前挺腰子。 要不是你指使陈兰在顺天府安插私人,我会那么狼狈,要不是你从中破坏玩儿的婚事。 苏推官这话莫非是在说笑吗? 想当初,要不是老太太稀释宁人,你苏家凭着一枚说不上来历的玉佩,取得到侯府的千金吗? 要不是别人看你是杨宁侯的女婿,有的是利用的价值,你有不到四年就能升到六品吗? 别人会看中苏婉儿吗? 你! 这话把苏姨气了个倒痒,但陈兰却没有收口的意思。 要说才学,你不是学父无车,说才能,你不是比别人通达能干,人家凭什么看中你,提拔你? 还不是就因为你这个性子,做前头冲锋陷阵的炮灰最为合适吗? 你要是真的知道收敛,前十在侯府听了老太太那番话,就应该警醒,凭你这块材料,还敢嫌弃五妹妹吗? 她不嫌弃你,你就是烧高香了。 说完这话,陈兰再不理会苏姨,静止转身要走,这还没走上两步呢,她就听见后面传来一声哑然抱贺,她还没来得及回头,却只见冲上来的苏姨已经被红鹰撂倒在地上。 你别得意的太早,这天下自有能人贵人,你算! 我是不算什么? 陈兰站在那里居高临下的看着苏姨。 我从来就不曾说过是什么能人,反倒是你,恐怕一直都觉得自己有能耐吧。 婉儿的婚事不过是别人抛给你,让你安前马后奔走的筹码,你办成了事情,别人赏你一块骨头也未必可知,你既然办不成,你还敢奢望什么婚事? 你胡说! 我是不是胡说,你只要还有一丁点脑子,就自己应该心中有数。 我知道,武灵伯世子这些天频频去顺天府,可是,明明是你经管的案子,他见过你几回,人家为什么不把你放在眼里? 那是因为武灵伯终究要叫老太太一生姑母,不敢沾染你这个冲上了岳家的女婿。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,胡搅蛮缠,自以为抓着我什么把柄了,听到一点风声,你就以为可以作为要挟。 就凭你今天这话,还有这鲁莽的行径,你就休想在京城立足。 说到这儿,陈兰冲红英点了点头,放开他。 红英脱手放开了人,这才没好气的站起身。 县主,何必跟这种不长眼睛的东西说这许多话呢? 陈兰却没有搭理红英,轻轻的蹲下身来。 想来告诉那金簪两个字的人,不会把那金簪交给你吧? 你大可以不顾一切把事情闹大,可是那时候就真真正正的就成了炮灰。 即便事情办成了,那也是别人得力。 但是杨家和侯府还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在,你觉得你会如何? 这番话陈兰说的声音极低,也就是旁人隐约能够听清楚, 因而说完这番话,他没有多做停留,在柳姑姑等人的簇拥下静止扬长而去。 直到他走了好一会儿,苏姨才听到一声美好气的嚷嚷, 只见一个小沙米在面前直跳脚,不远处有几个和尚在直直点点。 刚刚让他怒火冲天的那一番话,突然又在脑海中转动了起来。 这一次,他那胀得通红的脸渐渐的白了。